那後學再問各位前線一下 請問 信土跟地質有什麼不一樣的 各位前線請問這個 信土跟地質有什麼不一樣的 入門跟不入門 我爸爸把答案講出來 信土就是沒有壓力 你來拜拜 我只要去 然後廟家來拜拜 拜到人就去了 這間廟的工作跟我 沒什麼關係 我只要等到 坐一坐沒事了就回家 這個叫信土 各位前線 做信土更簡單 還是做地質更簡單 你要做信土 還是要做地質 沒有你比較聰明 沒有 沒有 但是做地質更辛苦 你就是要搶更輕鬆的工作 你要搶更困難的工作 要付出代價 喔 來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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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啦 信土比較輕鬆啦 可是信土 不叫修行啦 它只是一個心靈上的寄託 所以很多社會人士都會說 宗教就是一種心靈上的寄託 沒有錯 可是如果我們是把宗教 一貫道當成我們心靈的寄託 那我們的階段 現在還是信土的階段 但是可見應該不是啦 因為我們今天叫 幹部培訓班 所以幹部培訓班 我們就不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信土 我們要把自己定位在地質 尤其是各位前線 或許再問一下喔 現場清空的前線請舉手 親口 大家左右口看一下 舉好 小朋友親口 往後看一下 好請放一下 為什麼親口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都說親口之後就是什麼 入室地址 那或許要先恭喜各位前線 因為入室地址 代表未來天堡有你的一份 對 正同嗎 謝謝 看起來沒什麼謝謝 謝謝 或許再問一下喔 親口人願代表入室地址 這是我們在成全到親要親口 常講的一句話對吧 對啦齁 那入室地址就代表未來在天堡有你的一份 的國威 對不對 對 對 對啦齁 那要承受國威有什麼簡單 當幸福就可以承受國威嗎 不行啦齁 要當地址才可以 尤其是當重要幹部 當幹部 我們未來的國威只要太問了齁 所以今天我們的父親人就跟我們前線分享 今天我們來坐在這邊 不是停客 各位前線 各位前線 你是為了停客而來的請舉手 沒有耶 沒有耶 那你是為了開創道路而來的請舉手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還可以掌聲 好 大家掌聲一下 謝謝 謝謝 那既然是開創道路 是不是就要有所作為 是 有所突破 跟以前做的事情 不太一樣 是嗎 嗯 是啊齁 所以人家說改變是痛苦的 改變會痛苦嗎 嗯 改變會痛苦嗎 很痛苦啦齁 但是不改變你會更痛苦 呵呵呵呵 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半導模式 半導的思考邏輯 所以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我們第一位呢 我們就邀請到我們的美項領跟 先來帶大家喔 做一下心靈的洗滴 把以前我們在道場上接收到的一些訊息 還有呢 我們曾經在道場上方辦的模式 做一番的討論 然後呢 藉由各位淺顯的智慧 從這些過程當中 去找出哪一些地方 可以稍微把它放在旁邊 哪一些地方它是很重要的東西 應該把它放上來拉 然後最後呢 在教練 各位淺顯的一些方法跟方式 讓我們的道路整個可以 拉上來 這就是我們在做幹部培訓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 那各位學生都會一直覺得喔 學習的好跟壞 學習的接受程度的好跟壞 重點在三個字 叫接受度 各位淺顯 你來聽完這一堂課 你的接受度高 代表你的學習的程度是好的 你的接受度很低 代表你的學習的程度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接受度很高 代表喔喔喔 你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好 非常好非常好 我想要把它帶回去 我各自的道場 各自的道路去應用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會像一塊海綿一樣 各位淺顯有拿過海綿嗎 嗯 海綿你倆積在水裡面 對 其實就是都降水 那這個時候 你再把它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請問它還會不會再吸 那個地方的水 不會啦 因為水很滿的 滿的 所以你吸不了其他地方的水 那我們今天就要先把我們的本身齁 純純耶 各位淺顯顯 把你的身體純純 呵呵呵 把那個水齁 多餘的水 過多的水 把它擰乾 然後水都搭 那今天一整天呢 我們就來聽聽 我們今天的講師齁 非常用心的準備的東西 那把它的好的東西 通通都吸為家去應用 好 這是我們今天做幹部培訓 後選不要先 一開始先 帶給各位接你的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齁 好那後選齁 不要佔用大家太多時間 我們就先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美香品牌 大吉尼黑店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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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